好 各位觀眾 來帶您關心今天的政壇大事 就是這個藍白河的會前會 就在剛剛已經開始舉行了 整個過程大概會維持2.5個小時左右 可以看到雙方派出的人 柯辦這邊派總幹事黃珊珊 還有周瑜修 華辦這邊派出的執行長金普聰和黃建廷 那其實在派出來參與這次會議之前 雙方的參選人都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說明 他說像是柯文哲就表示 辦三場的辯論會 希望由第三方的公正民調 來推選出最強的參選人 而惠宇則是主張不預設前提 才可以繼續來談下去 民調只是參考依據 不是唯一方法 那看起來兩方踩的底線都非常的硬 那麼今天到底藍白的幕僚會前會 可不可以來談出一個結果呢 其實剛剛稍早總幹事黃珊珊已經說了 藍白會不會和今天不會有一個結果 今天最主要談的就是 在整個藍白河的過程中 要以什麼來依據來怎麼做為 雙方評估的標準 那麼剛剛呢其實金普聰跟黃珊珊 進到會場的時候互動也蠻妙的 就是黃珊珊準備坐下 金普聰還特別過去拉了個椅子 那麼黃珊珊表示還特別講的就是說 不用吧我們已經認識了20多年了 不過金普聰還是一樣把手把椅子 把它拉了請他就坐 那麼剛剛要來決定誰先發言的時候 黃珊珊也率先出擊 他說呢希望一開始的流程談好應該是由我們來先開始 而金普聰也說一句沒關係 Lady first 那麼他們剛剛到底在這個會前會的記者會上面談了什麼 我們先來帶您看一下小早畫面 越南白河的聲量已經從大半年了 但是沒有個具體的方法 所以既然如此 所以臺灣民眾黨提出了具體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提出來之後 也得到國民黨的善意的回憶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進展 臺灣有65%的民眾希望政黨人體 所以我們今天的任務非常的重大 我們今天不是來聊天也不是來大拜拜 我們希望真的能夠回應 臺灣這樣廣大多數的民意 另外我們也希望這個時間非常的緊迫 所以我們會盡量的爭取時效 不會浪費時間 因為接下去的血污的時間都非常的緊 所以我們也相信我們大家都不會浪費時間 也不會故意的拖延 黃總幹事曾在媒體上引用論語說 君子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我非常贊成 但這句話裡面的和 也就是和平的和 最主要就是彼此要充分包容 要尊重對方的獨特性 我剛才來之前看到了 總幹事今天在早上發布的臉書 我真的要很誠懇的跟黃總幹事講 請您不要多心 千萬不要多心 我們一定會持最大的善意 用最誠懇的態度來進行溝通 我想黃總幹事從下跟我會談的時候 就知道我講的絕對是真心話 我們希望這次的會談能夠和諧順利 大家對於不同的意見 要能夠耐心的傾聽 而且包容 兩黨政治的理念及主張 本來就不可能完全相同 可以看到雙方對於這次的會談 可以說是有備而來 而且也非常的慎重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剛剛黃珊珊 在發表談話之前 都一直在瞄自己手上的講稿 金普聰開始發言前也特別講一下 他說他在面對國內媒體的時候 似乎從來沒有把這個講稿 拿在手上來直接唸給大家聽 因為他也特別講到 可能就是因為這次的藍白殼 希望一個字都不能有差錯 所以才造成雙方的誤會 那其實剛剛金普聰也特別講一下 在這次會談前 他有看到黃珊珊的撲文 他也說希望黃珊珊不要多心 雙方都是在堆疊善意的過程 希望今天能夠有個好結果 那麼剛剛稍後 再等等稍後 大約四點半的時候 這個會議就會結束 到時候呢 雙方也會舉辦一個會後的記者會 我們會隨時為您掌握現場狀況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